大家好,本节课程我将围绕日本的动漫产业这一主题为同学进行讲解,主要讲四部分内容。 一,日本动漫产业包括什么? 二,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 三,日本动漫产业蓬勃发展的原因。 四,日本动漫产业对日本文化传播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的动漫产业都包括什么。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是日本文化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 其中大众流行文化之一的动漫更是空前的繁荣。 熟悉日本动漫的同学可能知道, 在日本随着一部动画或漫画作品的推广,会推出一系列衍生产品。 当前,一般来说,动漫产业以动画或漫画为主要载体, 涵盖小说及游戏、音乐、手办、周边商品, 以及衍生出的cosplay、圣地巡礼等文化行为。 是一个系统又庞大的产业。 那么,这个产业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是如何走上了现在这般蓬勃发展的道路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 日本漫画的历史悠久,最古老的漫画作品产生于平安时代, 而动画则萌生于20世纪初期。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手种、智虫成为日本动画界的标志性人物, 被誉为日本动漫之父。 他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动画片, 将日本动画片的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档次。 代表作品有《铁壁阿童木》。 这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广泛流行的动画片, 自此,动画和漫画逐渐开始结合, 形成最初的日本动漫产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由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社会经济均陷入了困境, 动漫产业也遭遇了危机。 虽然产生了七龙珠、美少女战士、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等佳作, 但是数量十分有限, 而且定位的观众层也很有局限性。 面对困境, 日本动漫界开始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在此背景下, 由动画公司和赞助商共同参与的制作委员会模式应允而生。 由制作委员会创作的新世纪的福音战士, 在1995年一经播出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这部作品展现出了宏大的世界观、 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设计, 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 也给动漫产业带来了新的春天。 动画的再次热播带动了相关音乐、游戏、手办等产品的热卖。 这种多元化的商业营销模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这让日本政府认识到了发展动漫产业的重要性。 所以于1996年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 进入21世纪后, 日本政府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举措。 例如,2005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的文化外交理念中, 就包括了要积极培养热爱日本动漫的新一代。 2008年, 日本政府任命了《刀拉埃梦》为首任动漫文化大使。 这些既表现出日本政府发展动漫产业的野心和决心, 也让日本动漫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飞跃。 此后, 日本的动画作品在事件范围内屡获大奖。 如《千语千询》曾囊括了柏林电影节金雄奖、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篇等多项大奖。 《幽灵公主》与美人盛开的山坡获得过动画安妮奖等。 除动画电影之外呢, 还涌现出了改编自漫画的长篇电视动画。 《名侦探柯南》、《海贼王》、《火影忍者》、《犬夜叉》等等。 有许多至今仍未完结。 这些优质动漫作品的涌现大大提升了日本动漫在世界的知名度。 根据日本动漫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 日本2017年动漫产业总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日元, 为21,527亿日元,实现了8年连续增长。 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清木昌燕认为, 日本正处于自明智维新以来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中。 其结果是在日本出现了动漫、娱乐等一系列超过汽车工业的赚钱产业。 日本正在借助新文化产业的新兴模式, 尝试一种渐进的经济转型。 那么,日本的动漫为什么会获得成功, 产生如此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全民效应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成熟的产业运作模式。 这使得日本动漫迅速发展而且经久不衰。 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推动下, 日本文化产业形成了从创作、发行、出口到后期衍生商品开发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动漫产业链表现为, 首先通过周刊连载小说和漫画, 选择读者反馈好的作品出版单行本, 然后推出电视版动画片和OVA及录像带版动画片。 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剧场版动画片。 最后推出同一主题的游戏和动画片主题曲、 片尾曲唱片,以及其他的动漫衍生产品。 这个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同步实现。 这样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形成, 使优秀的动漫产品拥有了更长的收敏周期。 不仅可以获得报刊出版稿费, 电视播放权费, 影像制品出版费, 还可以获得可观的动画形象权收益 以及卡通人物商品销售收入。 扣人心弦的旋律, 还原的游戏场景, 手办的精巧设计等, 都吸引了一大批动漫粉丝的目光。 全世界范围内因日本动漫产业 兴起的cosplay文化和动漫展文化如日中天。 而日本东京的秋叶园 更是成为了动漫产品的聚集地, 也是全世界动漫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第二个原因, 是日本动漫更加注重题材与内容的选择, 以期望通过本土文化所具有的魅力, 获取一定的立足之地。 事实证明这条路是成功的, 不仅形成了日本动漫的特色, 更促进了日本动漫的繁荣发展。 第三个原因, 因日本动漫与本土文化紧密结合。 余建平2015的研究中指出, 日本动漫产业的成功并非偶然, 根本原因在于 日本动漫产业与本土文化实现了良好的互动。 日本动漫产业的振兴 来自对日本文化的深入挖掘, 而日本动漫产业 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广泛传播着日本文化, 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繁荣。 第四个原因, 是日本动漫产业独特的创造力和经济求精的品质。 正是日本社会中诸如 宫崎骏、 手肘智虫等众多优秀漫画家 一生都在致力于动漫视野, 才打造了这么多经典的动漫形象, 让人们在可爱背后 感受到形象背后传递的温暖与感动, 才愿意为这些事物买单。 除此之外, 极强的市场思维, 优秀的创作团队, 也是日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那么, 动漫产业是如何影响着日本文化的传播呢? 在这里就拿日本的动漫音乐来举个例子吧。 日本动漫作品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的优秀音乐, 同样深受动漫爱好者追捧。 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动漫配乐大师 《九十让》的作品, 《千语弦群》主题曲《永远同在》, 《天空之城》主题曲《天空之城》, 《橘子郎》的夏天主题曲《Summer》等等。 而日本动漫音乐制作人 也善于使用三位线, 十八, 太古等日本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例如《九十让》在为公器俊作品《龙猫配乐》时, 便选用了日本传统打击乐器《日本太古》, 将全边空灵清新的氛围完美地烘托出来。 这使得观众在听觉上立刻将这些音乐与日本联系在一起, 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 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日本传统的乐器文化。 不仅是音乐, 在游戏创作、手办设计等方面同样融合了日本文化元素。 而观众在观看日本动漫的过程中, 也会不由自主地对日本的空手道、 武士道精神产生兴趣。 会开始关注日本的节日文化、 服饰文化、茶道、花道等传统记忆, 甚至产生学习日语的兴趣。 日本学者英景孝昌在其著作《动漫文化外交》一书中指出, 动漫文化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加强了世界对日本的理解与关心。 其二,对日本经济的恢复有积极的作用。 其三,注重了创意性的交流。 其四,有利于日语的普及。 其五,有利于社会道德观念的形成。 如今,日本动漫作品成为了日本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之一。 与日本文化一道冲击着各国原有的文化观念, 实现了日本文化的输出。 同时,对日本文化的好奇又促使。 人们更加关注日本动漫的发展。 与日本文化传播剧场上的文化传播剧场上的文化传播剧场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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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韓文化传播剧场上的文化计判引火� плюс纪文化传播剧场上部份。 与本文化传播剧场上通知。 互相的第一组组成判、互後音 mission啊、 pyram segurança, 与本文化表剧场上的文化传播剧场上的文化 因為這部份是在中國的攝影中的irie 在中國市場上的生活是發生的 是因為這類似的原因 是因為女生而不少 大人的享受娩樂 日本現在是少子高齡化 在日本的動漫和文化密不可分, 兩者與相輔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環。 日本於今年4月正式進入了令和時代, 日本動漫又會在新的時代迎來怎樣的發展, 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記呢? 讓我們一起關注吧! 也請同學課下思考。 根據日本動漫學會的2018年最新調查研究顯示, 日本動漫在中國市場的規模實現了持續性的增長。 請結合前面講解的二次元相關課程內容, 就日本動漫在中國深受歡迎的原因談一談你的想法。 以上就是這節課的內容,謝謝大家觀看。